在菜市場裡你可以一眼就把古永聰Vincent找出來 因為他衣著詩文在歐巴桑群裡面非常的突出 白天是著名設計師的他 晚上卻躲在廚房裡為客人做菜 身分轉變之大可說是匪夷所思 對於這位留著清代巨骨虎血顏血脈的青年 他倒希望簡單一點視他為喜歡煮飯的男人就行了 其實作為什麼迷人後代實際上是起不了什麼幫助 因為總的來說都是翹的是自己 本身的力量和其他人的口碑都是比較重要的 聖人說天將降大任於私人也一線勞其筋骨 這天下這麼大雨難不成上天要我學的是天下無敵的超級廚藝 好 那我得留心了 Vincent 為什麼你帶我到這個市場去 不是買菜 不是買肉 反而進一個雜貨戶 要買什麼呢 那個是鹹水草 有做什麼用的 做這個東坡肉用的 因為做東坡肉要有其他的工具的幫一下 就是這個鹹水草 首先我們把這個五花肉 要把它切割成一個小方形 然後要用這個鹹水草綁好它 要不綁的話 做菜的時候可能會散掉 所以我們要用鹹水草綁一下 可是我們要鹹水草 因為這個我自己覺得 用鹹水草綁出來的味道比較鮮一點 好吃一點 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買蝦的話呢 要怎麼樣挑選呢 首先這個蝦要先奔活跳 就像放在蝦裡跳的那些樣子一樣 真的很活蹦亂跳那些蝦 因為它沒有什麼動作 就是死瞧瞧的話 就不要挑選那個蝦 但我挑到蝦的時候 原本…原本也太悄悄 但是他們就動一下 然後會嚇我一跳 所以我們就是應該選那種活蹦亂跳 會嚇你一跳的蝦就對了 你買了蝦回家以後 你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讓它冬眠 然後你在冰箱裡面取下來 把它剪掉那個腳 剪掉那個頭 它不會嚇不免亂太好 Vincent 下這麼大雨 我們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我們趕快走吧 可是我們今天還有一道菜 要多買一樣東西 我們到前面那個伯伯去買這個 鹹蛋黃 一定要進去喔 好吧 那我想問這個鹹蛋黃 究竟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我們一定要買 因為第一我們不用買一個大大的鹹蛋 挑裡面的黃 然後這個伯伯賣的鹹蛋黃 是圓的不是平的 扁平的這個做出來的黃金蝦 沒有那麼好吃 那我們看到這個就是這樣 一粒一粒圓圓的 那怎麼樣把它變成 做成這個黃金蝦的材料呢 買了回來以後 把它放到這個窩子裡面進 進了大概十多分鐘以後 把它砍掉了 然後再放一片牛肉 或黃油下去 就是下火一點 歡迎 歡迎 謝謝 來到明設計師的店呢 我一定要好好參觀一下 隨便 好 想不到外型時髦 說話時滿嘴英文的半老外Vincent 原來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古董迷 在各式充滿懷舊味道的舊家具背後 原來隱藏了主人一些很獨特的 設計概念以及美學的觀念 而它的背景也有相當大的關係呢 因為我大概是用的是 相思年代相海的那種璀璨繁華的感覺 那比較普通一般的餐廳來說 客人下來以後 不會馬上就用餐 可能走四周看一看 遊覽 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子 最適合跟新朋友來了 因為有時候常常 不知道有什麼話題可以說 對 來到你這裡就有很多的話題可以說了 是嗎 光是看這個身體就很不易 那好 切了 這麼精緻的化妝箱 會不會把人照得更漂亮呢 或者會看到一些逝去的景象呢 沒有…我亂講而已 還是看看其他的東西好了 為了營造中國風 瓷器是少不了的 嫌傳統的陶瓷花瓶太老氣橫秋 也可以學Vincent這樣 放置一些具有現代氣息的陶瓷模型 不是活潑多了嗎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三四十年代 那個上海的味道 因為那個年代的上海是比較華洋教會 很璀璨繁榮那些 譬如說有色紅木的家具 配的是沙發 就是配襯得很好看 所以我特意的將我自己的墊子 裝修的這個樣子 譬如說門口那些屏風啊 酸汁那些椅子啊 大櫃 都是從家裡搬來的 都是燕成的或是 沒有什麼特意去買 比較特意去做的是 我店子裡面的大餐座 可是還有幾十八椅子 都是這次都是特意做的 其他都沒有 全部特意的 Vincent啊 其實我今天還約了一個朋友上來 是喔 可是他還沒到 是不是他 可能是他到了 哈囉 哈囉 小萱 你到了 哈囉 你好 我跟你介紹 他是店主Vincent 他是張靖軒 小萱 小萱 你好 怎麼樣 今天裝修很別緻 我想在這邊用餐的感覺 一定很不錯 謝謝 但雖然說是用餐 你不是光來吃東西耶 你要來好好的學習 趕快跟這個老師去準備一下 我今天可能要學習 真正的這個獨門的這個 將者菜 你學不到一定太可惜了 好 那我等著你的好手藝 好 我們到裡面去 好 走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一些古色古香的東西 就像我今天進來這邊看到有一些 很別緻的吊扇 還有這類的 就是很有古典的一個味道的一個台燈這樣 那因為我自己到過上海三次的時間 那上海給我一個感覺就是 有點跟中國其他的城市不太一樣 它歐洲的感覺很濃 因為曾經有一些外國的領事都在那邊 以上海為駐地 那我覺得 我今天來到這邊發現原來這邊的店主是一個很 在收藏方面 還有在一些自己去裝飾這個餐廳的一個布局上面花了很多的心思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很具收藏價值的一些陶器 一些瓷器 那另外還有一些以前民國時代的一些化妝的盒子 還有風扇 我覺得這邊 因為它的主色是紅色 那可以 紅色 它不是那種鮮紅色 因為鮮紅色會令到人很緊張 但是這種暗紅色的話 會令到坐在這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很安靜 很舒適很溫暖的一種心情去淨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通過它的裝修 通過它的一些小擺設 都可以看得出來店主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這上面 那尤其這個捷梗花是我也比較意外的 因為在香港其實不是太多的人 或也不是太多的地方會擺這種花 那因為這種花其實也是上海的特色 好 維森大師 今天我們來弄個什麼菜 我們有今天這個焦白 炒焦絲 焦白 跟這個刮鹿鴨 就是我們明天說的燒鴨 烤鴨 對 烤鴨 對 我們有鴨子的腿 刺絲 背 對 對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焦白 本來的樣子 焦絲 對 廣東人叫焦水 上海人叫焦白 焦白 對 切了這個絲 然後就青椒 紅椒 紅椒絲 辣的嗎 這個很好 這個不辣的 這個是外國人叫Bell pepper的 是甜的 甜椒 甜椒 對 好 這是花生油 對 這是花生油 先把油燒紅了 燒紅了 對 先把握著燒紅 對 然後下油 然後下油 我們先把這個鴨 燒紅 好 好 這個當初我們要拿別的 不用下什麼 不用下什麼 飯糕 不用 因為鴨子已經夠香了 對… 然後我們先爆香一下 再加一點鹽 鹽 好 然後我們要焦這個焦白 焦白的口感挺好的 你覺得是不是 有一點很…淡的來有點清香 對 但是我還是喜歡吃竹筍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因為竹筍… 譬如說你冬天有冬筍 春天有春筍 可是焦白就是夏天才有 對 不過廣東人比較相信 就是說這個筍 毒 毒 不是比較毒 對 其實不是… 夏天就說不是毒 因為有些… 焦肉在裡面是比較難消化 就是比較難消化 對 像這個… 還有紅椒 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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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也很漂亮 這個搭配 對 整個過程其實我們不用下什麼香菜 不用 廣東人很喜歡像薑、蒜那些 不用的 不用的 因為… 杭州菜裡比較薑、結菜來說 是比較清淡一點的 清淡一點 對 然後加一點… 蝶醋 對 蝶醋 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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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馬上就… 那個…就是上海菜的味道 就是薑、蝶一代菜的味道 就出來了 差不多了 好… 蝶醋 蝶醋 加一點香油 放一包 麻油 香油 對 差不多了 好 謝謝 助手就要做這些 下回你做菜給我吃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這道焦白、焦絲、炒鴨子 不油不膩 絕對配合女士的要求 我想Vincent 只要已經用它 鎖住無數美女的心了 有一次是好像我太太生日 那天我們到一家法國的餐廳 一進去他們還拉著小提琴 一隊樂隊 幾個人拉著一直唱 送你到那個女的座位 那個感覺不錯